大家好,我是Hiley 今天這條影片想說關於養生這兩個字 因為我在很多不同影片都不約而同提起這兩個字 這幾個月大家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多了留意個人衛生、身體狀況和身體健康等等 所以也有不少觀眾朋友想我分享養生或對身體健康的小生活習慣 所以就有這條影片的誕生 如果你有興趣這類型的題目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其實養生是一個比較長期的生活習慣 你不會做一兩天突然覺得自己抵抗力好了,身體立即健康了 又不是的 但有些可能你做多幾次,你會感受到身體有細微的變化 個人精神了,又力量了,沒有那麼容易病 首先就是一件很老身上談,但極懶實行的事情 就是早睡 早的程度是約11點半左右 一個充足的睡眠,其實是可以令身體內的機能 你一天內的所有疲勞全部回復好 而且你越遲睡,大家都知道對肝臟是不好的 對心臟也是不好的 所以其實早睡是百利而無一害的 試試挑戰自己一個星期 大約11點半左右上床準備睡覺 一個星期之後你會發現,其實你起床沒有那麼沉重 不會說睡了很久都好像不夠,個人很沒精神的 你就會發現月早睡的話,可能睡覺的時數是差不多 但整個人的精神狀況就會充沛了很多 而且早睡早起的話,早上工作的能力和效率都會好很多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第二個習慣就是關於浸浴或者浸腳 很多人在休息的時候都會長期坐在這裡很少動動的話 其實身體血液循環就不太好 有什麼方法呢?浸浴或者浸腳都可以幫助增加血液循環 浸浴的時候是可以令到整個人都很放鬆 如果有少少壓力的話都可以幫助舒緩 當然它可以加速血液循環,促進到新陳代謝 幫助打開毛孔排汗、排毒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不會太浪費時間的 你一個星期可能兩三次,每次20分鐘就很足夠了 而且浸浴之後你會發現自己的臉色很紅潤 那晚也會睡得很好 我明白不是每個人家都有浴缸可以浸浴 其實我自己家也沒有的 我就買了一些類似摺疊式的浴缸 其實外面、市面都可以找到的 但是如果我家真的沒有那麼多位置的話 其實浸腳也是很好 浸腳就簡單很多了 你需要一個水盆或水桶就已經足夠了 最普通你可能加少少的肉鹽 然後用一些熱水,然後浸20至30分鐘 一個星期可能浸3至4次左右 其實就已經做到這個效果了 但是有些位置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吃飽飯 即刻去浸浴浸腳 喝完酒之後也不好的 因為你的血氣在運行的時候 你再去加速它的循環 我怕會爆血管 就不要了 另外就是你浸浴的時候 盡量不要浸到頸子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不要浸過胸口 但我下班之後吃完飯 我晚上就很少時間了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那我自己有一個經常提及的養生之道 就是飲薑茶了 拍這條影片之前 我特地煲了一杯薑茶來喝的 可以讓大家看看 每次我提及關於薑茶 很多人都會問我怎樣煲的 今天我終於可以解答大家了 那需要的東西就是兩樣而已 一塊非常普通在街市買到的薑 我自己習慣會買一些有泥包著的薑 或者是老薑 因為它們的薑味和辣味都會比較重 其實最簡單就是切幾片薑 然後放在水裡煮滾它便可以喝 但喝得多你會發現很寡 只有辣字的話 就可以加少許蔗糖 這些就是我在街市買到的真成蔗糖 你會發現這種蔗糖的顏色是深很多的 是深啡、深朱古力色 和平時大家看到的蔗糖偏橙色 或者淺啡色那些是有點不同的 這種的蔗糖就是在農曆新年左右 你在街市或者超市都有機會買到的 它的味道比較濃郁、比較香 所以我每一年在新年前後 都會入手那一年需要用的量 但如果你找不到這一種的糖 你可以去超市買到一些沖繩的黑糖 或者就算平時的蔗糖 都是沒問題的 份量就跟你的口味 我真的不加很多 加少許甜味 調味道不太寡 其實就已經很容易入口了 多喝薑茶 你可以把體內的寒氣散發 令到胃暖一點 改善血液循環 可以化痰止咳等等 但有少許要留意了 如果你是喉嚨痛 已經很熱氣的時候 就不要喝薑茶了 或者你說我真的沒有時間煮薑茶 或者我完全不喜歡煮東西的話 我經常都會說 在辦公室我不會拿煮出來煮薑茶 我就是用這些蔥劑的 這款台灣影像在成品那裡買到的 這一罐就約100元左右 我喝了這一款已經超過兩年了 我喜歡它不太甜之餘是夠辣的 因為它也算是唯一一款 我喝完之後 真的會有暖度 熱到然後會出汗那種感覺 其實我家裡還有另外一款 是之前想試的 就是在超市買到 名字叫屈風老薑茶 我在超市看很多不同的薑茶 它的薑成分已經算是比較高 但這款也是超甜的 所以我都喝了一半的 很厲害的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這款 第四個養生生活習慣就是燉湯 多喝湯水對身體好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但不是每個家庭都會常常煮飯 或者不會煮這麼大餐湯 甚至乎現在煮一餐湯其實也挺貴 現在的豬肉真的挺貴的 可能你煮一餐湯已經一百多二百元了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多喝燉湯的 我家裡的燉湯大概有一碗至兩碗湯 而且燉湯這麼小 你不需要很多的材料 就已經燉到一個很濃郁 又可以做到一個保養身體的效果 我最常燉的湯就是烏雞 檔心、圓肉、杞子、薑和淮山 每樣都是很快的 全部都放進去 而且一隻烏雞可以燉到差不多四次 對 都挺划算的 大家平常喝雞湯多過烏雞湯很多 但其實烏雞是很有益的 我上網搜尋過它是 滋保肝腎、益氣補血 滋陰清熱、嫖經活血、致心腹痛 烏雞含有豐富的維生素A 它可以抗衰老和抑制癌細胞的生長 然後亦可以有效調節生理機能 以及提高人體的免疫力 所以無論是中或西的角度 烏雞都是非常有益的東西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這個湯湯 然後第五個養身的生物習慣 就是令自己出汗 日常在太陽底下大約晒15至20分鐘 除了可以吸收到足夠的維他命D之外 其實人動動出少少汗 都可以達到排毒的作用 所以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下午吃完飯 在公司或家附近逛逛逛 去一些公園或太陽曬的地方逛逛一會兒 令人吸收了少許陽光 然後人有微微的霧汗 我不是要大汗淋漓那種 我是微微的霧汗 那我就覺得足夠了 然後回到公司或家 就喝少許水 補充水分就足夠了 但是天氣不切 預期不是每天都有陽光 有時候下雨或陰天的話 我就會去吃維他命D 對 那就補充我曬不到陽光的一個小遺憾 以上就是我這幾年來 都比較努力維持的一些生活小習慣 其實我身體就真的好了很多 我以前真是很慘 真的是藥煲來的 每個月都會感冒的 但是Touchwood這幾年 Touchwood這幾年 這幾年真的少了病痛 還有 就算我有一點點發感冒 真的浸浴喝薑茶 然後早點睡 是會好到的 不需要去看醫生也可以的 但是當然了 你真的病真的很不舒服的時候 就記得去看醫生了 但是我都不是聖人來的 我不是那些很健康的生活 我有時候都會夜睡 還有我都會喝少許酒 所以我不是那些超級無敵健康 吃到很健康 傳媒有機的那種人 不是的 但是真的這些小習慣 你做多一點就發現 其實身體真的會精神了 強壯了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大家都可以 大家有一點點東西得到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按LIKE subscribe我channel 我每個禮拜都有2條新片 逢星期六、星期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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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Bye Bye